接着来看一下考点4 内部交易在合并报表的调整抵消分路 内部交易可以分为顺流和逆流 而针对内部交易需要在合并报表当中 编写调整抵消分路 这个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说内部交易属于逆流交易 除了正常抵消内部交易的未实现内部损益以外 还需要专门针对逆流交易 编写一个特殊的调整分路 那调整抵消分路什么时候编写呢 假设期间1发生一个内部交易 那么需要在10.2 10.3 对该内部交易编写调整抵消分路 那内部交易向同学们牢牢记住4种 也就是3加1 3加1的话看一下相关的总结 假把东西卖给1 1把东西卖给假 我们先不考虑方向 先总结内部交易的类型 存货变存货 或者说存货变固定资产 再或者说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变成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这些当时内部交易的类型 就看一看 销售方卖的是什么 购买方将资产确认为什么 来决定内部交易的三种类型 不需要管顺流逆流 确定类型之后 针对内部交易未实现 随意的调整是统一的 这个时候3加1加的是什么 加的是内部交易 如果说产生了应收应付款 这里内部交易需要抵消 应收应付款也需要抵消 除了这三加一种类型以外 考试当中有可能考察 其他的内部交易 我说过了 如果考察的是其他的内部交易 统一使用原理法 写出假公司和乙公司 当期针对该内部交易 在个别报表当中的账处理 然后写出该事项 在合并报表事项下 该进行的账处理 最后进行调整 把个别报表账处理 调整为合并报表 想要的账处理 这个调整的过程 调整的结果 就是调整底下分路 那关于三加一种类型 小赵老师帮同学们 编写好了模板 考试如果遇到 直接套模板即可 我们来回忆一下 首先第一种 存货便存货 甭管顺流还是逆流 只要在期间一 发生了类型一的内部交易 我们需要在10.2和10.3 针对该内部交易 编写调整底下分路 10.2先把模板写上去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带存货 那金额怎么确定呢 借方的营业收入 就是该比内部交易的收入 内销价格 假设 按照该实例 内销价格是100万 那带方有营业成本和存货 怎么确定呢 我们先确认存货 存货的话是内部交易 形成的存货 在10.2依然存在的 未实现内部存益 就是存货的金额 那根据该市例的情况 该批存货当期卖了80% 意味着有20%没有卖 20%没有卖 意味着存在未实现内部存益 这个金额呢 是内销利润 乘以存货未销售的比例 100减去60等于40 40乘以存货没有销售的比例 这个8万就是截止到10.2 该内部交易的未实现随意 8万 最后呢 倒几出营业成本 以上呢 是关于10.2 针对类型1的硬式模板 先确认借方金额 再方确认存货 存货就是接着到10.2的未实现损益 差额 业业成本 那10.3该如何编写调整底下分路呢 第一步 先把10.2调整底下分路 超过来 然后呢 将损益的项目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 然后呢 再把10.2编写的分路再写一遍 借方呢 营业收入 这个一页收入指的是7.2新发生内部交易的收入 有没有 该实力下没有 是零 代方存货依然是截止到10.3 内部交易形成存货的未实现随意 而本题当中7.2没有发生新的内部交易 而7.1内部交易形成的存货 在7.2又卖了15% 意味着有5%没有卖 这5%就是未实现存益 金额的话是内销利润 40乘以5% 这个金额多少钱 同学们金额多少钱看一下 金额2万 确认贷方的存货之后 到底营业成本2万 但本题当中的失利 7.2没有发生新的内部交易 意味着营业收入是零 既然营业收入是零 到底的营业成本应该在界方 当然呢 如果说在7.2又发生新的内部交易 还是我们的存货并存货 那新的内部交易会产生收入 这个收入需要在界方写出来 那代方存货 存货呢是两笔内部交易 接着到10.3未实现存益金额 插额呢 盗取出营业成本 以上是关于我们 类型一 调整抵消分路的硬式模板 向同学们在考场当中 第一步先判别内部交易的类型 第二步 看看题目问的是哪一个试点 然后按照我的模板 逐一破题即可 当然 如果考题当中 让同学们考虑所得税因素 该怎么办呢 也很简单 我这里还有硬式模板 先把10.2 10.3调整抵消分路写完 写完之后呢 找到10.2调整抵消分路的 损一类项目优额 你会发现 借方100万 代方92万 所以说损一类项目余额应该在界方 金额是8万 既然损一类项目余额在界方 我们代方写一个损一类项目 叫所得税费用 写完所得税费用之后 金额呢 是调整抵消分路 损一类项目余额乘以所得税税率 8乘以25% 2万 那界方写什么呢 基格结论 内部交易 考虑所得税因素 就是地盐所得税资产 当然呢 也需要对比记忆 投资试点 被投资企业资产评估增值 需要考虑所得税因素 那就是地盐所得税费债 这里是地盐所得税资产考试 一般情况下这里 8 90% 就是地盐所得税资产 同学们避言写就好了 避言写就好了 那10.3可以怎么办呢 10.3先把10.2 关于所得税分路抄过来 抄过来之后呢 将损一类项目 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 最后呢 找到10.3所有的调整底下分路 看看这些调整底下分路 损一类项目的余额在哪里 这里代方8万 这里借方2万 一共呢 是代方6万 损一类项目 余额在代方 我们借方写一个损一类项目 叫做 准备费用 金额呢 金额是损一类项目 余额乘以25% 代方8万 借方2万 所以说余额是在代方 金额是6万 6乘以25% 1.5 借方 所得税费用 那 借方项目和金额确定了 另外一方写什么 另外一方 写地颜所得税资产 因为你之前是确认地颜所得税资产 后续肯定转回啊 以上呢 是小大师帮同学们总结的硬实模板 大家这个模板 有一个前提 存货变存货 内部交易是盈利的 比如说600 卖了1000 那如果说是1000 到存货卖了600 这个时候属于什么 属于内部交易 形成损失 这个损失的话 这个模板用不了 这个模板用不了 同时呢 如果是损失 这里就不是地颜所得的产了 就是地颜所得的负债了 但是过去10年 从来没有考过内部交易的损失 如果考到同学们也不用怕 因为我们手上有一个最后的法宝 就是理论法 针对该内部交易 你就写出个别报表相关的账数处理 有母公司有子公司 把个别报表账数处理写完了 然后呢 再站在合并报表视角 写一个账数处理 最后上调整 调整过程去答案 就哪怕真的考到了内部交易损失 也不用怕 我们有个法宝 考场当中自己推倒 但是呢 过去时间没有考过 因此想到是没有针对损失 给同学们总结模板 因为总结模板 总结几个 你能记住 我总结十几个模板 就没有意义了 我还是针对参考点 帮同学们总结模板 接着 那如果说 该内部交易属于逆流交易 还需要专门编写一个调整底下分路 该怎么办 不用怕 还是有硬实模板 首先 把调整底下分路全部写出来 10点2的写出来 找到损一类项目优额 损一类项目优额 在建方 多少钱 同学们看一下多少钱 建方是不是6万 这里建方100 带方 带方92 带方2 所以说 综合来看 损一类项目优额 在建方6万 你建方是损一类项目 代方也写一个损一项目 叫少数股东损益 金额是6万 乘以什么 乘以少数股东 十股比例 那确认完少数股东损益之后 以及确认完少数股东损益金额之后 另外一方写什么 另外一方写少数股东权益 同理 在10.3的时候 先把10.2 专属的调整底销分路超过去 少数股东损益 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 然后呢 看看这些调整底销分路当中的 所一类项目余额 反方向 写一个少数股东损益 金额是乘以少数股东出乎比例 确认完随意之后 另外一方写乘以 在记录板上 给同学们详细推导过 这里就不重复了 掌握思路即可 找到所一类项目余额 而这个余额的另外一方 写少数股东损益 金额呢是 调整底销分路 所一类项目余额 乘以少数股东出乎比例 确认完少数股东损益 和金额之后 另外一方写权益 搞定 每一个试点都是这个逻辑 接着 来看一下第二类内部交易 存货变成固定资产 该怎么办呢 我们假设该内部交易 发生在期间一 在试点 还是先把模板写出来 模板两个 第一个是借业页收入 带业页成本 带固定资产 业页收入就是内销收入 而业页成本 这里不是倒几 而是该比内部交易的成本 最后呢 差额是固定资产 我们这里有个实例 可以将其套进去 会发现借200带120 差额是80 由于这一个调整底下分路 调解了固定资产成本80万 那意味着 该固定资产 在个别报表当中 当期计题的折旧额会减少 因为你成本减少80万 因为你折旧额会减少 那减少多少呢 你又看看 内部交易形成固定资产 在当期 在当期 这个80万 调解成本的80万 在当期 个别报表 既提了多少折旧 你既提多少折旧 在合并报表 需要将个别报表当中 既提折旧额抵消 就借累计折旧 再管理费用 需要将累计折旧 换成固定资产 因此这个金额 同学们这个金额就是 10 这个10怎么算的呢 看一下 该固定资产 使用说明4年 意味着这个80万 调解的80万 其实应该在未来4年 每年只要就20万 合并报表 需要每年 冲销20万 但是呢 当期 站在10点2来看 内部交易10点 是 5月31号 5月31号到年底 一共是6个月 因此是半年 一年调解20万 半年调解10万 这是相关的思路 这一个调整底销分路 是第一个调整底销分路的延续 因为第一个调整底销分路 调解成本 意味着个别报表 记者就多记了 多记就要找回 讲完了10.2 那10.3该怎么办呢 先把10.2的调整底销分路 超过去 总一的项目 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 然后呢 需要将在期间案内 个别报表当中 多记题的折旧 冲销 一年20万冲销 因为在10.2的时候 已经调解成本80万了 这个80万会在4年 个别报表当中 记题80万折旧 每年20万 而期间就一年 所以说个别报表当中 确认20万折旧 合并报表继销 以上是关于我们类型 相关的总结 那如果说考虑 所有得税因素呢 和刚才方法一样 是第2 找到所有一类项目余额 另外一方 写一个所有得税费用 金额呢 是这些调整底销分路 所有一类 项目余额 乘以15% 这个金额是17.5 确认完所有得税费用 项目和金额之后 另外一方写 第一年所有得税资产 17.5 而到了10.3 先把这个分路 抄过来 抄过来 所一类项目 换成年初未分配率了 然后呢 看看这些调整 抵消分路当中 所一类项目余额在哪里 在代方 确认完 所一类项目余额在代方 20万之后 你这方写一个所一类项目 所得税费用 金额是20万乘以25% 那所得税费用 项目和金额确定了 另外一方写什么 写地盐所得税资产 那如果说还要考虑 逆入交易 该怎么办 在这些调整 抵消分路的基础上 再找到损一类项目余额 反方向写 少数股东随意 另外一个方向 写 少数股东权益 结果呢 就是调整 抵消分路 损一类项目余额 乘以 少数股东出费比例 10.3 需要把10.2的超过来 然后呢 再进行上述操作 都是模板 因为在考场当中 时间仅仅任务重 没有时间去分析 我们需要快跟和 根据提问信息 把调整分路写出来 得分最重要 接着来看一下 第三种类型的内部交易 管理用固定资产 变成管理用固定资产 或者说 管理用无形资产 变成管理用无形资产 假设该内部交易 发生在期间一 我们在10.2 10.3 需要编写调整 底下分路 10.2 先把模板写上去 界方资产处置收益 就是该笔内部交易 个别报表当中 确认的利得或损失 一般的是利得 个别报表确认为 资产处置 随益 其实呢 就是内销收入 减去内销成本 那确认完界方 资产处置收益 之后 代方就写固定资产即可 这是个模板 考试直接详去 结合一算 那这一个调整底下分路 又减少了固定资产的成本 那意味着 个别报表当中 这60万 是具体折旧的 合并报表 需要将相关的折旧额 在当期的折旧额 冲销 借累计折旧 再管理费用 将累计折旧 换成固定资产 而本题当中 本题当中 2022年1月1号发生内部交易 而2022年1月1号到10.2正合了一年 而该设备可以使用 4年 意味着个别报表 针对这60万 已经具体了 15万折旧 当期转回 10.3 先把这两个分路抄过来 损业项目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 然后呢 再思考一下 固定资产成本 调减60万 那是不是意味着 在期间 个别报表 其实针对这60万 已基地承救了 多少承救 一年15万 个别报表的15万 也需要赚回 写完这些分路之后 如果题目让同学们考虑 索费用 又和我们之前的方法一样 10.2写出索一类项目余额在哪里 在建访 金额45万 那代访写一个索一类项目 多少钱 索费用 金额是40万 乘以25% 代访确认之后 建访写第一年索费用资产 金额一样 10.3 先把这个分路抄过来 10.3 先把这个分路抄过来 索一类项目换成 年初未分配率 然后再看看这些调整 底下分路当中 索一类项目余额在哪里 代方15万 那我们就借方 写一个索一类项目 叫索费用 金额是15万 乘以25% 借方确认了 代方就是地盐索费用资产 非常傻瓜 就是俄罗斯套完 套来套去 同学们只需要 把调整底下分路写对 后面一些增值的分路 都可以写出来 继续 那如果说这里 让同学们考虑 逆流交易的专属调整分路 该怎么办 找到这些调整底下分路 损一类项目余额 另外一方写少数股东随意 金额是这些调整底下分路 损一类项目余额 乘以少数股东出比例 少数股东随意 项目和金额确定了 另外一方写权益 金额一致 同理10.3 需要把10.2 装水分路超过来 少数股东随意 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 然后俄罗斯套娃 把这些分路当中的 所一类项目余额 找到 另外一方写 少数股东随意 金额是 这些调整底下分路当中 所一类项目 余额乘以少数股东出比例 少数股东随意 确认了 另外一方写权益 非常傻瓜 同学们多练练就好了 多练几次 考场当中行云流水 接着来看一下 三加一当中的一 应收和应付抵消 假设期间一 发生一个内部交易 产生应收应付 在10.2 该应收应付消抵消 应收应付应该抵消 接着呢 如果说应收账款 出口方在个别报表当中 具体简直 应收应付都抵消了 这个简直肯定也需要抵消 但是呢 需要将坏账准备 换成项目名称 应收账款 到了10.3 先把10.2的分数超过来 所一类项目 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 然后呢 看看 接着到10.3 应收应付结算了吗 如果说 接着到10.3 应收应付没有结算 而且应收账款 出口方在7.2 又集体着就 该怎么办 需要将应收 出口方在7.2 集体着就 在合并报表当中 转回 转回 那如果说 截止到10.3 我们发现应收应付 已经结算了 没有了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我们需要将合并报表 之前编写的调整 底销分路 给冲销 把这两个分路 反而写即可 反而写 当然呢 这里不能用年初未分配利润 因为这里是当期 应该写信用检测试 也给同学们加一些数字 辅助理解 这些案例 我在基础班上 对同学们详细讲过了 消税的是 如果这里的内部交易 调整底下分路 也让同学们考虑 所得税 费用 该怎么办 找到损一例项目余额 反方向写 所得税费用 金额是20乘以25% 所得税费用 项目和金额确定了 另外一方 写地延所得税费产 那10.3该怎么办 10.3先把10.2的 分路抄过来 损一例项目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 然后再把这些分路 当中损一例项目余额找到 损一例项目余额在这里 在建方20万 你代方写所得税费用 代方写所得税费用 基本上是20万乘以25% 代方的所得税费用和金额确定了 另外一方是地延所得税费产 同理 如果10.3的时候 应收应付没有结算 应收应付没有结算 而且应收账款的车辅方 在期间又集体着就 该怎么办 如果说考虑所得税费影响 该怎么办 还是按照刚才的逻辑 10.2不变 还是刚才那个分路 10.3把刚才的分路抄过来 然后考虑这些调整 底下分路当中的损一例项目余额 在代方10万 你建方写一个所得税费用 10乘以15% 另外一方写地延所得税费产 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如果说这里应收应付 是由于逆流交易产生的 要不要编写逆流交易的 专属调整底下分路 要不要 从理论层面是需要的 但是中注协官方答案 公布过两次 中注协官方答案 其实都没有针对逆流交易 形成应收应付调整底下分路 专门编写专属分路 我个人建议考试的时候写上去 因为毕竟从理论层面分析 是需要编写专属的调整分路 那编写的思路呢 和我们之前三种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不重复 以上是关于内部交易 再和并报表调整底下分路的总结 一共是三加一 都是我们筑块考试的重点 75%以上的可能性 就考察这三加一种类型 同学们把模板记熟了 考场当中快速破题 如果说一些比较难的内部交易 不在我们这四种类型的范围之内 该怎么办 用原理法 把假公司与公司 在个别报表当中 编写的分路写出来 再写出该事项 在和并报表事项下 应该有的分路 自己调 调出来呀 答案也可以做出来 接着来看一下考点五 股权投资和算法法 转换的账处理 股权投资和算法法转换 一共有六种 三种增加 三种减少 一共有 三类核算方法 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 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法 这六种 都是注快考试重点 我们每一种 都需要掌握相关的账处理 注意复习 第一种 金融资产到权益法 我们原成5%股权 作为金融资产核算 金融资产可能是 交易性金融资产 也有可能是其他权与工具投资 我们先来看一下交易性金融资产 第一步 需要将未取得新股权发生的支出预议确认 直接就到长投成本 以及原股权 账面价值转出 同时原股权 供应价值 就到长投的初始投的成本 那这个时候 借账双方有差额 这个差额就是原股权 供应价值和账面价值的差额 因为原股权账面价值早出 供应价值就到长投成本 那意味着 差额就是供应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我们应该进入到投资收益 这里可以这样理解 相当于原股权 适同销售 把原股权卖了 400万原股权 卖了1000万 然后呢 又花1000万 把原股权给买回来 因此长投按照供应价值计量 那如果说 原股权是其他具工具投资 账户处理和刚才没有本质区别 只不过借贷双方差额 记录到留存收益科目 原因在于 该账处理背后的理论是 适同原股权出售 适同出售 那出售其他具工具投资 供应价值和账面价值差额 就是记录到留存收益 以及原股权在出售期间 还确认了其他投资收益 这一个其他投资收益 在股权合算方法转换的时候 也需要转到留存收益 因为适同销售 就需要进行截转 以上是关于金融资产 转权益法相关账户处理 只不过 进行完少数账户处理之后 有一步 千万不要忘了 权益法核算的长头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 进行权益法核算的第一步 调整初始投资成本 用这个金额和 因享有投资试点 B投资方可别人记得资产 公允加成份额去对比 如果说A大于B 不调整 原来于差额属于商与 就在个别报表 长头科目核算即可 那如果说A小于B 应该调增长头 就到当期的营业收入 这个千万不要忘了 核农学 针对低类 核算方法转换 这里的风路没有问题 但总是 遗漏了这一步 接着 来看一下第二种类型 金融资产转成本法 金融资产转成本法 相关账户处理 和我们刚才第一类 几乎一模一样 只不过 进行初始进行之后 没有必要调整 长头的初始投资成本 原因在于 成本法核算不是权益法 其他内容一模一样 这里不重复讲解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涉及到成本法核算长头 意味着 股权核算方法转换这一天 属于 合缤日购买日 那如果说合缤日购买日 意味着 合缤报表可能会编写 调整底下风路 只不过 调整底下风路 并没有针对该股权转换 专门的调整底下风路 还是我们之前 考点2考点3学过的内容 我们这里的总结 同学们 这里的总结都是 默认 成本法下核算长头 是非同控 因为考试一般就考非同控 如果说这里 属于同控 同控的话 个别报表 长头金额是固定的 就是 因享有被合并方 随着权益份额 在合并报表当中的证明价值 当然这个合并报表 是最终控制方的合并报表 这个金额固定的 然后呢 付出对价 全部账面价值本出 差额借到资本攻击 和我们第六章 讲的逻辑一样 只不过 同学们只不过 考试重点是金融资产到 非同控的成本法 我们重点 找我这里总结即可 接着来看一下第三类 权益法到成本法 这个成本法 依然是非同控 首先 个别报表 未取得新股权 发生的成本 需要进入到长投成本 以及呢 需要将原权法下 合算长投 按照账面价值 转到成本法下 长投出使成本 这里无需 适同销售 但是呢 在合并报表当中 原股权 原权法下 劝的长投 在合并报表当中 应该适同销售 假设证明价值600万 后面价值1000万 适同销售指的是 把原股权 按照1000万卖了 但是呢 又花1000万把它买回来 既然 把价值600万的股权 卖了17万 意味着需要 去人投资收益 400万 差额 后续呢 又花1000万 把股权买回来 需要去人长投 在考试当中 我们可以直接 写这一个分楼 适同销售 代方是原股权 个别报表当中 全法下核算的 占本价值 介方呢 是供应价值 差额投资收益 这个分楼意味着 适同销售 确认随意 写完分楼意之后 还需要将 原权法下核算长投 在个别报表当中 确认的其他通过收益 以及资本攻击解转案 这里解转的科目 和我们之前章集六章 讲的内容一致 这里不赘述 需要掌握的定性内容是 原权法下核算长投 在个别报表当中 无需视同销售 但是合并报表视角 跨界了 核算方法变了 跨界了 这个时候就意味着 向视同销售 确认处置损易 以及解转 持有期间 相关的其他通过收益 和资本攻击 接着 我们来看一下 权益法到金融资产 那如果说 储蓄股权 该如何进行账户处理呢 同学们 储蓄股权 该如何进行账户处理 很简单 首先 储蓄股权 会收到价款 银行存款 然后呢 代方转出 储蓄部分股权 对应的占门价值 差额呢 就是投资收益 那收益股权 不能再按照长投合算 转出 需要确认为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 应当按照 初始计量的 公允价值计量 差额呢 是投资收益 以及 还需要将 原权法下 核算 确认的 其他多个收益 和资本攻击 全部接转 不是按比例 原因 处置部分股权之后 适合股权 不能对 被投资企业 受到影响 不是 继续按照 权法核算 所以说 需要将 收益期间 确认的 所有其他多个收益 和资本攻击 结转 如果这里 处置部分股权之后 涉及股权 依然对 被投资企业 受到影响 还是缺乏合算 那么 结转的 其他多个收益 和资本攻击 应当按照 处置股权的比例 来结转 以上是我们第四种 接着来看一下 第五种 成本法 到权益法 成本法到权益法 意味着储蓄股权 储蓄股权 就需要确认 储蓄的损益 这种处理和我们刚才 讲的逻辑一样 需要确认 储蓄的利益 和损失 通过投资收益 可不合算 但是呢 税有股权 该怎么办 税有股权 对被投资企业 更难影响 所以说按照权益法 可算 但是呢 这里在个别报表当中 应该针对税有股权 按照权益法进行追速调整 进行追速调整 那怎么追速调整呢 同学们可以先把一个时间轴拉出来 取得股权日 以及出售部分股权日 这个期间 分成两段 其中 出售股权当期是一段 出售股权当期 以前的期间 是第二段 不同期间 账务处理 有细微的不同 首先 我们可以先写出 剩余30%股权 是不是从购买股权那天 就一直按照成本法 进行账务处理 一直到出售部分股权那天 一直删照成本法 进行账务处理 成本法很简单 只有当购买投资企业 宣告发放吸引股利了 才进行账务处理 但是权益法 这30%股权 同学们 这30%股权 从取得股权日 就需要进行调整 去对比什么呢 去对比这天 30%股权初始成本 和因小有购买投资企业 可编练进行资产 共用家的份额 看看 前者有没有小于后者 如果前者小于后者 应该调增 借长头 带赢意外收入 需要注意了 如果说 购买股权 10点这个期间 和出售股权 10点期间 它俩不是一个 跨期期间 意味着跨期了 如果跨期了 对以前期间的 损益调整 需要换成留存收益 相关的科目 那接着 权法下 在这个期间 是不是需要 根据 被投资企业 所有权益的变动 进行资产处理 分别是 借长头 带投资收益 借营收 带长头 借长头 带下投资收益 借长头 带资不攻击 但需要注意了 这些分路 和我们第六章 学的权益法 这样处理 几乎一致 只不过 被投资企业 如果宣告 发放新银鼓励 就不能借营收 带长头了 原因在于 该事项 这30%股权 在个别报表当中 之前按照成本法 合算 已经借营收 带投资收益了 我们需要将 借营收 带投资收益 调整为 借营收 带长头 该怎么办 边写一个调整分路 借投资收益 带长头 以及 我们这些调整 分路 如果说 是针对 这一个期间 编写的调整分路 涉及的 所有一类 科目 无需替换 就是用 所有一类科目 即可 因为是一个期间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 针对的是 蓝色区间 按照权益法核算 涉及 所有一类科目调整 那么需要将 所有一类科目 换成 留存收益 相关的科目 由于跨期了 这点千万不要忘 而关于其他 作用税 资本攻击 一般不存在 跨期不跨期的问题 因为都是 所有的权益 相关的科目 以上是关于 授予股权 按照权益法 追溯调整 相关的账户处理 要从最开始 开始调 账户处理理念 也很简单 就是先把 原30%股权 顺余股权 在个别报表 成分法 核算的分路写出来 然而写出一个 从最开始 按照权益法下 核算的分路 调整 调就好了 如果跨期 随类科目 换成留存收益科目 接着 该实际上 在合并报表当中 也需要编写 调整底下分路 这里 有想到 是我根据 调整的逻辑 编写的硬式总结 但是你不要背 或者说 你不要去看这些分路 你单看这些分路 没有含义 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 这些分路是调整的过程 我们首先 在个别报表当中 针对该实际上 写过了相关分路 而在合并报表当中 原股权 原本按照成本法合作股权 在合并报表 不是按照成本法回算 而是按照权益法回算 以此为基础 来在合并报表 编写该实际上分路 以及 处置 处置部分股权之后 顺有股权 同学们 顺有股权 在合并报表 就没有必要说 按照权益法 周围速调整 因为 所有股权 在合并报表 都是权益法回算 那在合并报表 顺有股权 是适同销售 我们写出个别报表 针对该实际上账上处理 然后写出合并报表 该实际上账上处理 你调 去调整 这里是过程 而作为考试 一般不考这里 反正过去时间没有考过 因为比较难 比较难 如果考试真的考到了 按照我基础班讲解的逻辑 自己去调整 去把调整风路 给计算出来 作为考试 一般考察 是成本法 转全一法 丧空日 合并报表 应该确认的存在收益 我给同学们 总结了一个硬式公式 这里不用看 这里是教材的公式 小道师 我的硬式公式很简单 就是 母公司持有所公司 所有股权 在 处置部分股权 这一天的供应价值 减去所有股权 在合并报表当中的 这么价值 当然呢 所有股权 在合并报表当中 是按照权益法和算 因为在合并报表当中 视同所有股权都卖了 所以说投资收益 是处置所有股权的利益得和损失 以及 所有股权 是不是在合并报表当中 按照权益法和算 权益法和算 需要确认其他投资收益 和资本公积 那股权处置了 在合并报表当中 其他投资收益 和资本公积 也需要 接转 这个接转 也会影响 投资收益 客户呢 可以去做一下利益年争提 用这个公式 套一下利益年争提 发现更好计算 因为教材的公式 涉及的变量太多了 你光带公式 就带云了 没有意义 以上关于成本法 转据依法相关的账处处理 接下来看一下 成本法转金融资产 首先个别报表 针对处置不负股权 需要确认 投资收益 而税有股权 不能再按照 长投合算 转出 税有股权 应该按照 金融资产核算 那金融资产核算 初始计量 按照公益价值计量 差额是投资收益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个别报表 账户处理的逻辑 和我们刚才讲解 权益法转金融资产相似 只不过 少一步 没有必要说 将权益法下 核算确认的 其他账户收益 和资本攻击解转 因为这里没有 因为成本法下 长投没有确认 其他账户收益 和资本攻击 以上是个别报表 相关账处理 完全可以对比学习 下一个 合并报表 这样处理的逻辑 和我们刚才 成本法转确认法 相似 合并报表 也需要编写 调整底下分路 也是先把该事项 个别报表分析出来 再写出合并报表 事项下 该编的分路 一调整 这个过程就答案 考试也一般不考 这个调整分路 考察算空日 合并报表 投资收益的计算 而这里 合并报表 投资收益的计算 这个公式 和我们刚才 那种方法一模一样 因为甭管是成本法 转确议法 还是成本法 转积资产 在合并报表当中 都适同 母公司持有的 这种公司 全部出售 所以说 投资税计算 是一样的 这个公式 又可以完美的操用 以上是 六种股权转换 相关总结 因为技术班讲过了 所以说复盘讲得比较快 这六种都非常重要 同学们务必掌握 客户把小益多翻译上即可 接着来看一下 课点六 特殊交易相关的账处理 一共有四个特殊交易 分别是购买少数股东股权 处置部分股权不散扣 少数股东增资 导致母公司股权稀释 但是未丧失控制权 最后一个是权益法下 其他方增资 导致股权稀释 但是依然按照权益法 进行账处理 我们逐一来复习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特殊交易 购买少数股东股权 先明白这一个事项的性质 它本身不是合并 原因在于 假公司已经持有 此公司80%股权了 已经控制过了 所以说再购买10%股权 这个事项不属于合并 那该如何进行账务税呢 你购买10%股权要花钱 要花钱 你花的钱 寄入到长头当中即可 那如果说 为了购买10%股权 又花了一些交易费用 这个交易费用 无需寄入到 当期损益管理费用当中 也有说过了 这里不属于企业合并 那就在哪里呢 这个费用进入到 长头 成本当中 以上是个别报表 账务处理 很简单 假设呢 就是800万 就是800万 这个800万 就是为购买股权 付出的对价 800万 那合并报表 那合并报表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合并报表 事角下 该编写什么分路 左边这个是个别报表 编写的分路 合并报表 事角下 取得 此公司 10%股权 花了800万 这个要确认 那借方 长头这个金额 是多少钱呢 这个金额是 母公司 又取得 此公司 10%的股权 这10%的股权 应享有 此公司 随着全一份额 在合并报表 当中的价值 以这个金额 来确认 长期股权 投资相关的金额 假设 同学们 假设是1000 那借贷 收费有差额 进入到资本 攻击 这是合并报表 正在该事项 应该编写的 会计分路 那么现在的任务是 正在该事项 合并报表 该编写什么 调整分路呢 原因在于 该事项 个别报表 编写过分路了 借长投800 但是合并报表说 应该借长投1000 该怎么办 你再借长投200 不就好了 合并报表当中 代方有资本 攻击200 个别报表没有 我们就代资本 攻击200 这个分路是考试当中 需要编写的 调整分路 而关于该考试的 最难的地方在于 如何确认 这一个金额 我说过了 这个金额是购买 少数股东股权 这个股权 影响有 子公司 随着权份额 在合并报表当中的金额 假设这一天 是购买10%股权这一天 那这一天 10%股权对应的 随着权份额 在合并报表当中 多少钱呢 这个金额 我们需要从 购买 子公司 股权这一天 开始算 为什么呢 因为合并报表当中 第一次计量 子公司 随着权益 就是在购买日 购买日 将子公司 随着权益 由账本价值 调整为贡价值 后续呢 以此为基础 进行账处理 包括在合并报表当中 如果说发生了 逆流交易 那逆流交易 需要编写 调整底销分入 意味着影响 子公司的损益 也影响 子公司的随着权益 综上呢 站在合并报表视角 从这个时点 开始计算 随着权益金额 一直持续计算 到这一天 这个金额就是 合并报表当中 子公司 随着权益 在购买 少数股东股权 这一天的账本价值 因为这个账本价值 乘以购买股权比例 就是我们 长途的金额 单纯可试 不可能那么复杂 让同学们 真的从这一天 子公司的随着权益 开始持续计算 到这一天 子公司的随着权益金额 没必要 一般呢 会直接告诉你 直接告诉我们 这个金额 用这个金额 乘以购买少数股东 股权比例即可 就会全场投 接着 那如果说是 不算货下 处置子公司股权 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 原本只有80% 他有一天 卖了10% 卖了10% 在个别报表 需要确认 处置的利益和损失 通过投资收益 可不可算 但商量在 合并报表上下 该事项属于 全形交易 不能确认 不能确认 利益和损失 所以说 合并报表当中 第一步 先将 个别报表 账户处理 冲销 然后呢 写一个 合并报表认为 正确的分路 借银行存款 带方 带长投 差额 就当 资本 攻击 而在合并报表当中 带方 长投的金额 是 储置股权 储置股权 对应的 子公司 随着权益 在合并报表的 账户价值 用这个账户价值 来确认 长投金额 因为长投本身 就是 被投资企业 随着权益的 一种期待品 因为在个别 报表当中 你不可能说 将被投资企业的 资产负债纳起来 这个不合理 连纳不进来 因此用一个 长投科目来期待 合并报表当中 同学们 合并报表当中 就可以将 长投合资公司 随着学底销 这个内容 我们在考点 考点三讲过了 这里注意的是 差额 接到资本攻击 考试的时候 按照我这个逻辑 编写 分路即可 先把个别报表 冲销 然后写一个 合并报表 认为正确的分路 需要注意了 这里处置部分股权 不影响 商与金额 商与金额不变 记个结论就好了 接着来看一下 第三种特殊情况 少数股东增资 导致母公司出股比例下降 但是未算扣 80%股权 被吸引成70% 该怎么办呢 首先个别报表 无需进行账处处理 合并报表当中 你先算一下 母公司 因享有子公司 所有权益的份额 在增资前的金额 你再算一个 增资后的金额 你看看母公司 因享有子公司 所有权益的份额 有没有增加 如果减少了 再长头 那另外一方写什么 甭管是增加长头 还是减少长头 都就到资本 攻击当中 这是相关账务处的逻辑 因为长头本身 就是代替 公司所有权益的存在 那如果说 因享有被投资企业 所有权益 这份额 增加或减少 我们自然也需要调整 长头金额 这是我们第三种情况 在我们考试 该一种情况 考的比较少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种 最后一种 甲车优移30%股权 结果其他方增资 导致甲车优移股权 被吸涉成20% 但依然对 被投资企业 状态影响 按照权益法合算 这个时候该如何 进行账务处理呢 和第三种 思路很相似 先算出 增资前 投资方 因享有被投资方 随着权的份额 然后呢 再算出增资后 投资方 因享有被投资方 随着权益份额 你看看 因享有随着权益份额 增加是减少 增加券长头 减少 冲减长头 同时全部进入到 资本攻击即可 在这里有个坑 如果说 原权益法下合算长头 在初始伎量的时候 存在商誉 比如说三百万 但这里股权被稀释 相当于间接处置了 三分之一股权 百分之三十 变成了百分之二十 股权少了百分之十 一共就持有百分之三十 现在少了百分之十 相当于 间接处置三分之一 持有的股权 那间接处置三分之一 持有的股权 初始计量 劝的商誉 也需要节转 应该再长头 再长头 借资本攻击 这个金额呢 就是 处置股权部分 对应的商誉 这里有几套股市 同学们可我可以看一下 具有一定的可考性 考试的时候 两步走 第一步 按照我们刚才讲解 看一看增值前 增值后 因小有备 和企业 增值全色额 有没有增加 增加的话 就这样可以 然后呢 看一看 元股权 元30%股权 有没有少语 有少语 也接转 以上呢 是我们合并这一章 最后一个考点 同学们课后 多加复习 六大考点 每一个考点 都是筑块的核心内容 都有可能在筑关题 或者说客关题考大 算数很难 但是硬实性也很强 同学们可以多加练习 火速提分 接着来看一下 第28章 美股收益的复盘 首先来看一下 本章的框架导图 四个考点 分别是概述 基本美股收益 稀释美股收益 和猎豹 概述 我们这里就不重复 讲解了 直接来看一下 基本美股收益 首先 基本美股收益 该如何计算呢 有个公式 分子的话 是当期的经营率 分子的话 是当期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加全平均数 同学们需要注意 分子分母考试当中 都有可能有坑 让你们去调整 分子的话 有两个调整因素 第一个 无需包含 属于优先股 股东的净利润扣除 第二个 如果说 这里 基本美股收益 是合并报表当中的 基本美股收益 那么 净利润 需要扣除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净利润 当然 对于考试 一般 对分子调整 比较少 如果真的考 就这两个坑 那分子呢 分子需要注意了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需要考虑 时间加全因素 源在于 分子是一个 期间的概念 分母不可能说 是一个 时点的概念 也应当是个期间 因此需要考虑 时间加全因素 怎么考虑呢 同学们怎么考虑 有个公式 我们找到 期初 已经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股数 乘以12分之12 直接就有点分母 如果当期发行了普通股 或者说 回购了普通股 我们需要考虑 时间加全因素 比如说 4月1号 发行普通股 发行1000万股 不能说 把这1000万 直接进入到分母 需要考虑 时间加全因素 12分之9 因为4月1号 到年底 9个月 再比如说 当期回购了 200万普通股 减去 不能直接分母 减200 也需要考虑 时间加全因素 比如说 11月1号 回购 那11月1号 回购 那我们就 乘以12分之2 因为11月1号 到年底 两个月 这里需要考虑 时间加全因素 根据这里的公式 可以发现 当期发行普通股 以及回购普通股 会影响 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 再继续 当期如果说 发生了三件课事项 也会影响 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 什么叫三件课事项 就是那些 不影响 所有者权益总额 只会影响 所有者权益 内部增减 变化的事项 同时 也影响 普通股股数 像 并股 拆股 资本攻击 去转 股本 再比如说 发放股票股利 这些事项 都不影响 所有者权益总额 只会导致 普通股股市增加 那这个时候 它也影响 分母的计算 以及 当期如果说 发生了配股 配股的话 就是 找到 原股东 告诉他们 你们现在有权利 低价购买股票 这就是配股 这个配股 也影响 分母的计算 那怎么影响呢 同学们需要掌握 相关的公式 我们想想看第一个 当期发生 三件课事项 我们以 发放股票 股利为施利 每十股 发两股股票 我们第一步 先不要考虑 当期发生的 三件课事项 正常把分子分母的 公式写出来 这个分母呢 一般是 1加2加3 第一部分 加第二部分 加第三部分 有三个组成部分 期初的 当期发行的 当期减少的 我们需要 把这三个组成部分 对应的时间 考虑进来 比如说1月1号 4月1号 7月1号 于时间考虑进来之后 就可以确认 这里的 金额 确认完之后 我们需要 看一看 当期发生 三件课事项之后 相比于 发生 三件课事项之前 普通股 增加了 多少 刚才的事例 十股 分两股 意味着 十股 发放股票 股利之后 变成十二股 意味着 普通股股数 变成之前的 1.2倍 我们需要找到 这一个倍数 同学们 找到这个倍数 这里的倍数 也有公式 就是三件课事项 发生之后 普通股股数 除以发生之前的 普通股股数 刚才这一个案例下 是1.2 那这个1.2 我们有三个组成部分 都需要乘以1.2吗 不是的 我们看看 发生三件课事项之前 哪一个组成部分存在 比如说 发生三件课事项 是2月1号 2月1号之前 只存在 部分1 所以说部分1 乘以A 乘以1.2 部分2 部分3 不用乘 如果说 三件课事项 是6月1号 6月1号之前 有部分1 部分2 而部分3 发生在6月1号之后 那这个时候呢 部分1 部分2 乘以1.2 那如果说 发生三件课事项 是12月1号 12月1号之前 三个试项都发生了 所以说 1 2 3 都需要乘以1.2 这是小达尔斯 跟同学们 总结的 硬式思路 先不要考虑 三件课事项 正常把分子分母写出来 然后呢 算出三件课事项 的背处 然后确定 三件课事项的时间 根据时间 来看看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哪一部分 需要乘以补数 思路清晰 这是关于 当期发生三件课事项 该如何计算 基本每股税的思路 接着 来看一下配股 那发生配股事项 该如何计算 基本每股税呢 一个股市 这个分母变成 配股前发行在外 普通股股数 考虑时间加权因素 然后呢 乘以调整系数 加上 配股后 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 考虑时间加权因素 根据这个公式 可以发现 想把基本每股 计算出来 需要计算出 调整系数 这个调整系数 怎么确认呢 有个公式 调整系数等于 行券前 发行在外普通股 每股供应价值 出于每股理论出权价格 那每股理论出权价格 用什么呢 它是行券前发行在外普通股 供应价值 加上配股收到款项 出于行券后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 考虑的时候 完全套公式即可 这里没有必要说 去从理论层面掌握什么叫 每股理论出权价格 什么叫调整系数 因为本身这个考点是低频考点 十年考一次 而且呢 和财管学科 关联比较强 也不属于会计的更有知识 所以说同学们 计公式就好了 先计基本每股计公式 发现要算调整系数 调整系数 有个公式 发现要计算 美股理论出权价格 然后找到美股理论出权价格 来计算即可 更建议的话 这里考前备备公式 考场当中直接根据题目 已知信息套公式 算出金额就好了 但考试频率偏低 以上是考点相关的公式总结 接着呢 回考点还有一些定性内容 比如说哪些影响基本美股收益 哪些不影响 这些都是我们刚才讲解的内容 特别注意了 回购股票本身 是影响基本美股收益计算 影响分母 那如果说回购股票之后 形成库存股 形成的库存股 以及库存股后续注销 都不影响基本美股收益计算了 原因在于回顾数点影响过了 包括我们一起发行在外的 限制性股票也不用考虑 这是关于 基本美股收益相关的总结 接着来看一下 稀释美股收益 第一点 同学们需要判断 哪些潜在普通股 具有稀释性 会稀释基本美股收益 考试有可能直接考察 在课上 帮同学们总结了个表格 自己多看看就好了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甭管盈利与否 只要增量美股收益 小于基本美股收益 就意味着 可转换公司债券 具有稀释性 发行在外的日股权重 股份期权 在盈利情况下 新权价格小于 当期普通股 平须市价 具有稀释性 如果亏损的话 正好相反是大于 如果当期签订了 未来回购股份的协议 盈利情况下 承诺回购股票价格 大于当期普通股 平均市价 具有稀释性 而亏损呢 正好相反 这些都看看 而接下来 考试会原文考察 关于退导 我在记录班上 有没有退 没有必要 花半个小时 退导出来 没有意义 因为考试 只考结论 接着 我们来看一下 每种具体情况下 该如何计算 稀释美股收益 首先 可转换公司债券 第一步 需要算出 增量美股收益 增量美股收益 就是假设 在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这个时点 2022年4月1号 如果转股了 那当期可以 增加多少的 基金利润 如果说 假设2022年4月1号 转股了 意味着这个期间 就不用再确认 筹资费用了 不用确认财务费用了 竟然会增加 基金利润 作为分子 分母呢 是假设 4月1号 转股了 意味着发行普通股 发行普通股 考虑时间加取 因素后的结果 就分母 通过这里的公式 放出增量美股收益之后 将其与基本美股收益对比 如果说 小于基本美股收益 意味着 可转换公司债券 具有信息性 我们需要计算 稀释美股收益 稀释美股收益 公式也算简单 你先把基本美股收益的 公式写出来 然后呢 在分子分母当中 把增量美股收益的分子 考虑进来 把增量美股收益的分母 考虑进来 这个结果就是 稀释美股收益 因此呢 确认 稀释美股收益的关键 是先算出 增量美股收益 考试当中 根据已知条件 套公式即可 在记录班上 一个同学们讲解了 一个官方讲的例题 个人认为 那个例题 就是考试的 难度提滑板 接着来看一下 当期发行 任股权证和股份集权 该如何计算 稀释美股收益 首先我也说过了 当期发行的 任股权证 股份集权 不一定具有信息性 有顺的场景 这个场景就是 盈利情况下 盈利情况下 稀释价格小于 当期普通股 平均市价 亏损情况下 稀释价格大于 当期普通股 平均市价 对考试 一般考盈利 当然了 一般也是 稀释价格小于 当期普通股 平均市价 为什么呢 如果大于 意味着 他俩不具有 稀释性 那不具有稀释性 就不用算 稀释美股收益 你不用算 怎么考你 想想对不对 那考试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套公式 关于当期发行 热股权证 股份集权 该如何计算 稀释美股收益 第一步 还是把基本美股 收益的公式写出来 那分母呢 加上 因假设 热股权证 股份集权 当期持有人心权 增加的普通股股数的 加权平均数 而这个金额呢 有个公式 考试的时候 不要多想 直接套公式 用你心权 转换的普通股股数 减去 你心权 转换的普通股股数 乘以心权价格 除以当期普通股 平均市价 这个金额呢 考虑时间 加权平均 就是这里分母当中 分用下的金额 考场当中 不用多想 时间仅 任务重 直接套公式即可 这些信息 同学们 这些信息全部理智 把公式一套 把金额算出来 走人 不要多想 因为本身 美股数以这张 考点太散了 性价比很低 不知道考哪一个 公式有很多 每个公式都找原理 太耽误时间 接着 如果当期签订 承诺未来回购股份合同 该怎么办呢 如何计算新式美股数呢 也是 先写出 基本美股数的分子分母 在分母当中加一个金额 这个金额呢 是承诺回购普通股股数 乘以回购价格 除以当期普通股平均实价 减去承诺回购普通股股数 最后呢 考虑时间加全数 算的一个金额 考试当中 也是套公式 这些公式 考前看看就好了 没有必要说 天就想 性价比比较低 考前看看 背比就好了 下一个 美股收益的猎报 当期 利用表当中 需要猎报 可比期间的美股收益 那可比期间的美股收益 什么时候 需要重新计算呢 这里 当期发生这些事项 需要重新计算 可比期间的美股收益 首先 定性考察 这些事项 接下来考试会问你 当期 什么时候 需要重新计算 可比期间美股收益 这些事项 这是定性考察 那定量考察呢 会考察前两种情况下 重新计算 美股收益金额 这里呢 想到是 帮同学们 总结了公式 第一个 当期发生 三件科事项 需要重新计算 可比期间的美股收益 我们首先 找到 可比期间 原本的美股收益 直接乘以什么呢 乘以A分之一就好了 搞定了 非常简单 A就是我们 在刚刚考点当中 总结的倍数 这个公式 直接乘以A分之一 就是重新计算的 美股收益金额 非常快 不用多想 直接套公式 而第二个呢 当期发生配股事项 也是 将可比期间 原本的基本美股收益 超过来 乘以调整系数分之一 调整系数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调整系数 把那个金额超过来 直接算出 重新计算的金额 非常快 千万不要恋战 都是低频考点 太广了 不知道考哪一个 个人建议 考前一周 28章 多看个公式 套套公式 快速破题即可 以上是我们 第28章相关内容总结 也是我们 第四次复盘的 所有内容 那结果到现在 我们 基本班 必修篇章 算 百分之百完结了 一共有核心 好点的讲解 以及 四大次复盘课程 向同学们 多加复习 因为 必修篇 难复了 85%以上的 核心考点 如果说你真的可以把 必修篇吃透 中华快捷考试 考70分 肯定没有问题 选修篇 后续会更新 同学们 时间紧 任务重 可以不听 直接听 21天 冲冠课程 如果说时间比较冲突 可以去听一下 后续的选修篇章 我是你们小赵老师 选修篇竭 拜拜